台灣一向都不是誰的牌 入美代表小美琴就認識說 台灣不是誰的牌 台美關係她自有說法 但她的推特掀起討論 小美琴簡介改名為 台灣ambassador 台灣駐美大使 而非過去的駐美代表 難道是台美關係再升級 正式的行政部門 怎麼稱呼她的正式頭銜 我覺得這可能更重要 言下之意換推特頭銜 會不會只是自己開心 網友冠報留言說 推特你愛自封 宇宙無上神也可以 還建議大使官網記得改 因為上面還是駐美代表 不論她的頭銜是什麼 她都會抱持的 為台灣來努力 美國的各方保持 最好的溝通的狀態 馬英九的時候 把她改為內部來講是駐美大使 美國並不承認你是這個大使 她是她的推特 不必做太多的解讀 台美近期密切互動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 向美媒表示 美國正在推動台灣重返聯合國 眾議員更提案恢復和台灣崩交 但台美建交真的可能嗎 國會議員的自主性 而不必然是代表川普在背後的 這個三峰點火 推特的一個頭銜 能不能改變台灣的國際空間 再成話題焦點 記者張昭鵬沈進行台北 蔡博報道 民謙 公司 國家 總共